这是一次大不易。七年风风雨雨后,安倍就要正式访华了。 原创牛弹琴 经历七年的风风雨雨后,中日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而深远的变化。 作为一个标示性的事件,按照日媒的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很可能就要正式访华了。 请注意,是正式访问,以首相的名义代表国家正式出访。 算起来,上一次日本首相正式访问中国,还是七年前,即2011年12月日本首相也添加艳访华。 此后七年,因为国有化钓鱼岛等问题,中日关系跌入低谷,高层互访几乎全部中断。 随后安倍来中国,也只是开国际会议,匆匆一误,旋即回国,赞助商链接。 现在,到了改变的时候了。综合外媒披露的信息。 1. 安倍的访华行程,很可能就在10月下旬,因为10月23日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 40周年,安倍将可能于23日下午抵达北京,参加相关活动。 25日离开,一共两晚三天。 但这还有待中方的确认。 2. 既然是多年后的首次正式访问。 安倍的访华行程会很紧凑,除了在北京出席经济论坛。 讨论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投资问题外,安倍还可能前往深任参观。 3. 请注意,关键词,一带一路,安倍也很有头脑。 3. 作为关系改善的重要风向标,去年中国驻日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安倍一溜小跑亲自出席。 4. 今年4月,王毅访问日本,时隔8年后重启了中日经济高层对话。 5月,中国总理时隔8年后再度访问日本,安倍几乎全程陪同。 赞助商链接,中方这边,也在做安排。 9月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中国领导人还会见了安倍。 9. 根据中新社的报道,当时有记者问,日方表示。 9. 双方同意共同准备安倍首相下个月访华。 9.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9.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这样回答。 9. 关于安倍晋三首相访华问题,中方已向安倍首相发出访华邀请。 9. 目前,双方正就此保持住沟通。 9. 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为访问创造良好氛围和条件。 9. 邀请已经发出,气氛总体不错。 1. 一句话,安倍真要来中国了。 2. 可能难免有人要说,中国人理他做啥。 1. 这是一个又一分子,否认历史。 2. 否认为安妇,以中国为假想敌。 2. 见他是给他政治加分,回去后他肯定又翻脸。 2. 但政治是复杂的,外交更不能实现思维。 3. 2015年曾写过一篇文章让日本成为美国的帮凶,还是成为中国的帮手。 3. 今天方简出来,里面一些分析应该还没过时,大致如下。 4. 赞助商链接。 1. 毛主席语录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4. 日本可以是我们的敌人,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 5. 话底唯有,考验的是高超的外交家功夫。 5. 注意,是外交家,不是外交官。 5. 展望未来世界,往往不是一国的竞争,而是一个地区的竞争。 5. 美国可以搞单边。 5. 但欧洲有欧盟,亚洲呢? 5. 中国固然可以和东协交朋友,但最有力的合作。 5. 还是中日韩三国联合。 5. 在美国单边主义的攻势下,这三国都有加快经济整合的压力,应对可能的竞争。 5. 由此,结论是。 5. 虽然不少人喜欢美国,美国很多方面确实值得学习,但在中国崛起过程中。 5. 与中国有结构性矛盾的,只能是世界老大的美国老大对老二,总是很提防。 5. 难免不打压,贸易战更显现了这一点。 5. 日本最多帮枪,它可以被美国拉过去成为帮凶,也未尝不能被中国拉过来做帮手。 5. 对日本来说,中国庞大的市场,更是一个难以抵御的诱惑,日本对外贸有重大依赖。 5. 但面对特朗普六亲不认的经济攻势,日本更需要中国合作。 5. 肯定有人要拍砖了。 5. 这样狼子野心的国家,请不要玷污帮手这个中文名词。 5. 钓鱼岛问题争端还在,中日必有一战,相信有一些中国人持有类似想法。 5. 赞助商链接。 5. 中国可以将日本作为假想敌,有个假想敌,有时也确实能凝聚国内信心。 6. 但一个大国,一个有世界雄心的大国,必须要放眼长远,既利当即天下利。 6. 求名应求万事名。 7. 在未来与美国的战略竞争或结构性摩擦中最好没有,我们和平崛起。 7. 美国乐观其成,世界大同,但太难了,中国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 8. 将日本变为自己帮手,以让他成为美国帮凶,收益不是一个量级的。 8. 当然,这绝对不能是单相思,必须是两相情愿。 9. 第一,日本也必须认清形势。 9. 不把中国当回事,不停挑战中国底线,不仅两国关系会生变。 9. 还会丧失中国机遇中国市场。 9.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日本会成为中国不断敲打的对象。 9. 代价将是巨大的。 9. 钓鱼岛是领土之争,但当下更多是意气之争,搁置继续留待后人是最佳选择。 9. 第二,中国外交谋略要得当。 9. 对日本,必须有软用两手,就是该软的地方要很软,该硬的地方要更硬。 9. 赞助商链接。 9. 具体讲,硬,就是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乃至军事实力,对日本的挑衅保持高压。 9. 要让日本充分认识到,与中国为敌,对日本整体利益不利,与美国交好对付中国,最后必定是日本成为炮灰。 9. 软,就是在经济文化等层面要更有任有余。 9. 按照目前发展态势,不需要很多年。 9. 中国经济规模将会是日本很多倍,就如同现在大陆对台湾的红锡效应,经济融合的结果。 9. 必然是日本更加需要中国。 9. 那时,日本也会说几句场面话,但实质性问题,谁说了算。 9.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我们管控成功,不让日本在历史问题上闹腾。 9. 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也同意展开谈判,中日关系还有那么多麻烦吗? 9. 从未来看,中国的崛起,首先是中华文化圈的整合。 9. 作为该文化圈中的大国。 9. 中日应该成为朋友,最好也成为朋友。 9. 当然难免还是有主次。 9. 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9. 但高超的大国外交,就是将强敌化为朋友。 9. 实现这一点。 9. 对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超越100个诺贝尔和平奖。 9. 不能小觑了安倍,但大事不能阻挡。 9. 朋友来了有好久,敌人来了有猎枪。 9. 还是那句老话,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 10. 日子彭宣诶,连儿子。 10. 李郭宣诶,连儿子。 11. 李宗诶,连儿子。